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王一博迷人亮相 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在热烈和华丽中举行,众多知名明星参与其中 然而,本次活动的焦点无疑是王一博这位正在中国娱乐界掀起风浪的年轻明星 在光彩夺目和高贵的礼堂里,王一博以及其迷人的外表登台领奖 今天的他状态极佳,面容红润可爱,令观众们未知倾倒 与往常冷酷的形象截然不同,王一博在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上 以羞涩却又真挚的笑容出人意料 他比往常更多地表达了对获奖的感受,并感谢了粉丝们的支持 他的真诚言辞和迷人魅力使得整个晚会充满温馨与亲近感 王一博可爱的瞬间和令人难忘的影像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看和评论 大家一致认为,王一博不仅仅因才华而备受瞩目 更因其可爱的气质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王一博在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上 那些美好和难忘的时刻 并继续关注这位充满前途的明星未来的步伐 肖战爆料签约两部新电影 还和冯小刚合作无悔追踪,口碑太棒 近日,网上频频在爆料关于肖战的瓜 甚至有人爆料肖战一口气签约两部新电影 除了人尽皆知的德显紧致 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和冯小刚导演合作无悔追踪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没有得到官宣 网上关于肖战的瓜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肖战业内口碑太棒 是人尽皆知的实力派演员 据爆料,肖战要签约两部新电影 一部试人尽皆知的德显紧致 这部电影和肖战合作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制片人都和肖战互动 这部电影进入了筹备阶段 相信很快就要水落石出 另外一部就是和冯小刚合作无悔追踪 这还是本人第一次吃到这个瓜 说实话有一点震惊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肖战口碑太棒 也是一位非常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顶流巨星 但还是要以官方发布为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这已经是肖战的常态 肖战人红是非多 网上关于肖战各种各样的爆料内容太多了 还是老老实实等待官宣 如今的肖战 依然迈着不可阻挡的脚步勇敢奔赴自己的未来 作为小飞侠 一路同行 总之祝福肖战 相信在经过短暂的休息过后 肖战一定会继续进组拍戏 只看肖战和团队如何选择了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未来的肖战 注定可以创造更多的惊喜 肖战爆料签约两部新电影 还和冯小刚合作无悔追踪 口碑太棒 肖战最近爆料 他即将签约参演两部备受瞩目的新电影 其中一部作品尤为引人关注 因为他将与备受尊敬的导演冯小刚合作 这部电影名为无悔追踪 这个消息一经曝光 立即在影迷和媒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对这个组合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首先肖战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演员 近年来凭借出色的表演和稳健的演艺路线 在影视界展露头角 他的每一次出演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业界的肯定 尤其是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让他成为了不少导演心目中的理想选择 而冯小刚作为中国导演界的代表性人物 凭借着多部经典作品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的每一部新片都备受期待 因此 肖战与冯小刚的合作不仅是两代影视人才的碰撞 更是业界精英的联手 必将带来令人期待的视听盛宴 其次 电影《无悔追踪》的剧情设定和口碑 也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 据悉 这部影片将围绕一个充满悬疑和情感冲突的故事展开 不仅有扣人心弦的情节设计 还融入了对人性深层次探索的深刻思考 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向来以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性描摹著称 而肖战在塑造复杂角色和情感细腻处理方面也展现了非凡的能力 这种导演与演员的默契和共鸣 无疑会为电影带来更多的亮点和看点 进一步提升作品的观赏价值和艺术深度 再者 肖战选择参与这样一部具有挑战性和深度的电影项目 也显示了他在职业生涯规划上的果敢和远见 在娱乐圈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他敢于挑战自我 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角色和题材 这种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值得肯定和鼓励 而冯小刚导演 作为业界的一面旗帜 更是能够为肖战提供良好的舞台和机会 共同打造出一部既具商业影响力 又具艺术价值的佳作 最后 关于电影《无悔追踪口碑》的积极反馈 也预示着这部影片的成功潜力 在现代观众越来越重视 作品质量和情感共鸣的今天 一部好的电影不仅需要有 吸引人的故事和精湛的技术制作 更需要能够触动人心的深度表达和独特视角 而据早期的消息和预告片来看 《无悔追踪》不仅在剧情设定上 有着深度和张力 还在演员表现和导演风格上 展现了出色的协同效应 这些都为影片的口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信一经上映必将掀起一股观影热潮 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综上所述 肖战签约两部新电影 并与冯小刚导演合作的消息 无疑是当今影视界的一大亮点 这不仅是两位影视人才的联手 更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一次重要推动和创新 期待肖战在未来的表现能够继续为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 同时也期待无悔追踪能够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为华语电影的国际化发展贡献力量